早上八點半大林慈禁醫院老雷滾滾 所有人準備好清潔用具 要把醫院裡裡外外打掃乾淨 掃滴這個誤過之外 我想對於我們以後 要往醫中的這條路 我想就是會非常的紮實 跟非常的肯定 每一個人拿出自己的打掃配布 像是刷地與拖地 最重要的每個就是蹲馬步 蹲這個馬步有沒有 要蹲好 那腰就不要這樣 這樣的話你會要傷到 採訪時 尹文藥醫師開心的 與我們分享這亮晶晶的廁所 可是他花了十幾分鐘 努力來的結果 說著說著 尹文藥醫師回想起 大林慈禁醫院起業前 他也曾經彎腰清掃 而這一晃眼已經17年 曾經有過這個頭 當然今天還是要有尾 就是所謂的我們這個尾 就是要開始要醫學中心 打掃隊伍中還有今年才八歲 與五歲的小朋友 他們可是自告奮勇來參加 因為醫院是病人要看著的地方 沒有用乾淨他們會痠病 自己的醫院自己打掃外 身為家人的慈禁之工 也前來幫忙 以最大的決心 最徹底的動作 眾人將大林慈禁醫院打掃乾淨 期待六月底平健時 讓委員們看到醫療品質 也能感受到慈禁醫療人文 答案新聞 吳宇芬 林欣宏 嘉義報導